你吃一顆肉包攀幾顆樹你知道嗎 八顆 吃一顆肉包地球竟會相失八顆樹 為了讓學生了解蔬食跟葷食的差別性 高雄振興國小校慶 特地邀請四季志工來進行環保教育 先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目前我們生活周遭 日常生活所用的東西 哪些東西其實對我們的身體 對大地是有污染的 非常感謝他們透過闖關活動 讓小朋友知道認識一些環保知識 也增進親子的感情 買東西會造成什麼浪費對不對 六個關卡 每一關卡都跟環保息息相關 學生從闖關遊戲中潛移默化 家長也一起學習 去買東西沒有帶購物袋 非常感恩今天來到我們振興國小 幫我們擺攤設位然後宣導 今天有34位志工 我們一站一站 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 裝早餐都會用這個對不對 你們看到這邊有亮亮的 其實它這個薄膜就是防水塑膠膜 愛惜資源不用一次性商品 唯有從日常生活開始減速 才能夠讓地球環境永續 大家新聞 歡迎珍夏米志工高雄綜合報導 我看到不然沒有 我們可以在這裡 可以做出門的 如果當時就沒有 我們可以做出門的 可以看我們 30秒 不用擔心 Enfin nel